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百多年前之前 毛泽东可以提出湖南独立 而现在香港人提出反抗不义 反抗专制独裁的香港独立运动 就是不合理 就是非正当的 为什么毛泽东提出就是合理的 而且我想告诉大家 中共就是靠暴动起家的 如果说勾结外国势力 中共在江西瑞安建立的苏维埃政府 就是靠勾结苏联外国势力而成的 而香港现在追逐民主自由运动 依靠全世界和全世界民主自由国家一起行动 来反抗专制独裁暴力的政权 我认为这是非常合理 是应该 而且也必须支持的 今天我站在这里 大家都应该知道 作为一个大陆人 我回去以后 肯定就会坐黑老 被逮捕 或者被精神病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 即使回去以后要坐牢 我也仍然会支持香港人追逐自由民主的运动 谢谢 梁天琪曾经提出过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在我看来 光复香港 光复的是香港的自由民主的精神 时代革命 革的是专制独裁不义的命 革的是共产党的命 好 今天我站在这里 我想告诉大家 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大陆人 支持香港人追逐自由民主的运动 国风新党 新党的命 武断共产 全国新党的平衡 福律豪宫 共产党 Tweetsam 中国香港 新高兴 全业不可 谢谢大家 这是我的日本朋友 我也希望我的日本朋友能和大家说几句 这是他为大家写的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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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民主主席 是 香港国民主主体都是当然的 日本国民を応援しています 頑張ってください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